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来是韩国食物 李师傅 很正宗 我对韩国食物是一跳不通的 我不知是否正宗 有些是很正宗 但鱿鱼说太正宗 所以有些是不好吃 试试是否适合我的口味 是否这间? 试试 首尔餐厅 首尔餐厅 不是这间 这里有很多韩国餐厅 这里有一间 首尔餐厅 这一间 又一间韩国餐厅 远景路 这一间韩国餐厅 都会比较整齐 然后全部都是烤肉店 好像超级的 但是来到这边的韩国餐厅 你会发觉 这一间的铺鱼 刚才那边有两间 已经是 你不说你换了招牌 我以为卖鸿鱿鱼 好正宗 这些很正宗 我们一进门口 一进门口被咀嚼 韩国咀嚼很正宗 一进门口被咀嚼 冻水 这些人很正宗 听说你们很正宗 是韩国的店 你们老闆 包括你们都是韩国人 我们都是韩国 老闆 有老闆 老闆是韩国人 这是胡椒 不是胡椒 不是胡椒 这家店最厉害的招牌 就是这个 薯仔 排骨 一个汤 这个排骨很亲切 汤头煮出来的颜色 很浓郁 我喜欢一半 第一口很好 它不仅是烤菜 或是辣椒 我喝了口 原来有番茄 开胃 但我不喜欢它 很厚 很厚 很多菜 我更加不懂 所以肉的质感 像熬完汤的骨 你明白吗 稍微有点溶烂 它的质感是做出来的 味道方面 汤头的味道很浓 但对于肉的说话 其实作用不是特别辣 有一阵的味道 味道很厚 味道很厚 很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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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我的饮食习惯 就是判断的说话 我评论 很正常 很厚 另外一本是我们家的招牌 海鲜葱饼 喜欢葱香的味道 很香 我们做葱饼饼 可能会切碎 你看葱饼饼 很明顯 我们做的,全部都放在一起 所以会变成了葱香 很香 很浓 但是我一半就不喜欢这个 它更濕 它更浓 这是蝦菜 猪肉 其实我挺喜欢韩国食物的其中一个地方 就是它们的颜色 很生气 你想唱歌 我看着这些 因为红档档,橙黄黄 颜色很开心 泡菜的辣味和猪肉的肉味 胃口大开,很舒服 看来很饱 你不要吃了 鸡汁回来,最好吃 加上麻油香油 最重要的不是吃它 用这个 好味道,辣辣的滋味 很开玩 再拌一次吃,好吃 挺好吃的,这是韩国地道的口味 是吗? 对 因为我们老板也是韩国人 做了在中国应该有十几二十年了吧 所以他一直是 之前是在沈阳东北那边开 然后慢慢的在广州啊 很多地方,全国很多地方他都去过 所以刚刚那个火锅 里面的猪骨也是当地的熬房吗? 对 就是说早上我们老板会比较早 他会比较早,大概十五点就起来 然后弄这个骨头做处理 处理完之后就熬汤 熬汤熬完之后 这骨头一般要炖两到三个小时 当天炖吗? 都是当天做,汤也是当天做 今天卖不完 那这汤就不要了 常常都说 对韩国菜的认知 可能更加知道 就是泡菜 这餐饭其实都不例外的 那个汤啊 那个炒 那个五花肉啊 各种 泡菜味都挺足够的 当这汤辣辣的味道 进入口之后 令到口水分别越来越多的时候 饭多两碗 这东西做得挺好的 至于是否正宗呢 我不知道 我未去过 我未吃过正宗的东西 但是 有些东西吃进口 的确有它自己独特的味道 是我喜欢吃的东西 在这里 叫做摇大洲大全世界 加油